大量不亚照被曝光,北师大刑法学院院长被免图,近年来在中共反腐过程中,有关贪官的不亚照,不亚视频,时常出现在公众视线里。 近日北师大刑法学院院长赵炳志,医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据称被人拍了不少不亚照片。 7月24日,陆媒报道说,近日中共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泛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炳志教授,因生活作风等问题被北师大党委予以留党查看,免去北师大刑法学院院长,停止招收研究生等处分。 至于赵炳志因什么样的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分数位北师大人士介绍,赵炳志是因被人下套拍了不少照片,不过由于他履教不改,最后导致受到了处罚资料。 显示,赵炳志1956年生河南南洋人,现任北京师泛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及北京师泛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对此网民纷纷热议。 履教不改,可真是不冤枉啊,研究法律的人被下套有人信吗?一个学法律的,还是学刑法的竟然被人下套。 说明学艺不经自身不正是法学界的耻辱,中共官员淫乱丑闻不绝包二奶,养情妇成风据报道,因腐败被抓的中共高官中,95%都有婚外情, 其中有近60%的官员落马,都与情妇有关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共反,俯过程中,有关贪官的不雅照,不雅视频时常出现在公众视线里,最引起轰动的是,原重庆市北备区委书记雷正妇不雅视频被曝光。 今年7月初,一则洛阳市国土局领导杜某人与女子宾馆内开房的消息网帖中,大量不雅视频画面遭曝光之后,洛阳纪委回应杜某人已退休,对其问题正在调查中。 2017年1月17日,网民河北某厅官二奶的精彩生活,微博爆料河北保定市委组织部干部信息管理处处长朱宇贪污受贿,包养情妇。 2016年9月24日,江苏扬州寒江区甘泉街道办市处企业管理站站长胡明喜的情妇在网上发布视频实名举报胡明喜,违法违纪。 2015年10月13日,有自媒体爆料,云南大理一红十字会副会长包养情人,曝光出的不雅视频照,尺度超过雷正妇。 2014年1月9日,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副所长网文,以阴布雅视频被免去副所长,继委书记职务。 2013年8月1日,上海某公司负责任尼某某通过网络公布视频,举报上海高院陈雪明、赵明华法官等官员接受吃请,去夜总会娱乐,并集体招嫖事件。 同年12月,网报湖北法院院长张军嫖娼门的视频和网帖在网上流传张军。 2014年被免职,2012年11月前,重庆市北备区委书记、政厅级官员雷正妇齐,不雅吟乱视频被曝光。 网上先后公布了重庆11名高官的性丑闻视频引发轰动。